棉花决定刺恶特殊用品店的工作 因为老板和生的老婆也来北京了 到时候和人家老婆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棉花没有那么大的底气 一个第三者的身份直面正牌老婆 正好老乡贵贵说 有户人家正在招聘照顾老爷子的住家保姆 工资给的不低 棉花就去了 生老爷子年轻时高体育出身 本来身体一直康健 可岁数大了经不住衰 现在腿脚不太利索 加上患有二儿子海默症 所以脑瓜也不太清楚 老爷子身边就有个女儿盛情照顾 儿子远在海外好几年都不回来了 对他也基本不问不问 盛情工作挺忙 家里还有一个烂摊子 老公长期不回家 什么事都他一个人操心 二儿子正直叛逆起 与他的关系也并不亲近 之前几人保姆不是撒谎偷东西 就是看老爷子脑子不灵光 偷懒饿着老头 所以盛情对保姆这个职业 有种天然的不信任 故此棉花上门 他也没给什么好脸色 棉花对盛情的态度并不在意 他本就是个柔和的女人 盛老爷子的记忆停在了年轻时期 那是他半身的亏欠 是个心结 所以脑子虽然糊涂了 关于那时候的事 他至今依然记得清楚 棉花常被老爷子 勿认成盛情的妈苗华 兴许是棉花和苗华一样温柔体贴 也兴许仅仅是名字相似 棉花也不跟这个老小孩计较 反正解释也没什么用 这天晚上 棉花刚萌萌睡着 就被老爷子推着胳膊 惊醒了 老爷子把他当苗华 喃喃的说着 回北京就把你们接过去营营 说完躺下来盖着被子睡了 棉花没办法 只好拿上枕头 睡客厅沙发了 老爷子想一出试一出 棉花早晨刚起床 就看到老爷子正在洗手间淋浴 赶紧跑过去帮忙 许是想到了年轻时候的一个场景 老爷子看着在自己跟前 忙且忙后的棉花 轻轻伸手抱住了棉花的腰 棉花惊得挣脱出来 老爷子一副委屈爸爸 活像没要到堂的孩子似的 就是小孩子该训 还得训几句 棉花便立身斥责了 老爷子几句 不巧背过来 看望老爸的盛情听到了 盛情误以为 棉花跟别的保姆似的 虐待老爷子 棉花也不好意思 把老爷子的所作所为说出口 就只说 让盛情给老爷子找个男保姆 盛情虽说听懂了 但老爷子这么大的岁数 腿脚都不方便 怎么能欺负得了棉花 他当然不相信 盛情怕着来历不明的保姆 有什么传染病 便带着棉花到医院做体检 检查了一圈 传染病是没有 到时查出棉花怀孕了 棉花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想通知和尚 至于他来说 是受到老天特殊倦骨 才有的好事 像当年在甘肃农村 棉花就是因为不能生育 而被丈夫被婆家看不起 还因此离了婚 她一度以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委屈求全 被丈夫抛弃了 也没有任何怨言 激动地跑去和尚家找人 却正好碰上 从外面购物回来的和尚妻女 棉花突然清醒过来 被惊喜冲昏了头脑 都忘了和尚有老婆孩子 棉花想了好久 拨通了和尚的电话 响了一声 赶紧挂断了 他不敢确定 和尚是否方便接他的电话 但是在和尚回过电话时 棉花又久久没接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棉花回家晚了 老爷子闹起了脾气 自己在厨房坐着也不开灯 也不理他 站起来回了自己屋 是真把自己和棉花 当成小两口了 和尚没打通棉花的电话 便直接上门来找人 棉花想试试和尚的态度 没替自己怀孕的事 只说想要个孩子 话还没说完 老爷子从床上摔下来 打断了他俩 还好老爷子身体底子好 并无大碍 在医院住几天就可以 盛情看着棉花 不厌其烦地 伺候老爷子吃饭 心里终于对棉花 有了些认可 老爷子睡下后 盛情便就带着棉花 去商场 买了两套新衣服 并试图 观众 稳